全戰鬧數三天 藍綠白大動員 力求飄飄入軌 拜習會秘密會前會 習近平派老友探口風 佛舟州長其中選候聲市長 呈川普2024勁敵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姚芳姐 中國從2020年開始展開的監管風暴 從互聯網 房地產 教育培訓等等 甚至連娛樂圈都被整改 這些都是產值上兆人民幣的產業 所以整體衝擊之大 已經拖累了中國的經濟成長 那因為這樣子 現在要開始調整了嗎 傳出針對由億萬富豪馬雲 所打造的螞蟻集團的整改 可能要結束了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中國官方傾向祭出相當於 310億台幣的天價罰款 為這起事件畫上句號 但這件事的起點又是什麼 馬雲又做錯了什麼 今天我們將會帶您回顧 另外 京東集團董事會主席 劉強東以人民幣149億元的捐贈 醜次成為了中國首善 還有美團董事長王鑫跟小米董事長雷軍 分別居第二跟第三位 而且在這個同時 劉強東又宣布 從明年1月1號開始 集團副總監以上的高階管理人員 現金薪水全部要降低10%到20% 你的值越高 降的就越多 這是響應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嗎 但是這樣的共同富裕 當然不是有錢人所樂見的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 富豪匯聚的上海 10月底代售的中古屋 比去年底激增了大約30% 這些想要脫手的屋主 如果不是移民 就是想要把錢轉到海外去 而回到台灣的選情 今天我們要觀察 台南是一個很特別的發展 一場未來議長的選舉 就能夠影響到直轄市長的選情嗎 先回來看中國最大第三方支付 平台支付寶 是目前中國大陸仍然最主流的付款方式 但是它的母公司螞蟻集團 因為創辦人馬雲 曾經在公開的場合 批評中共的金融跟監管體系 扼殺了創新 結果就導致原本它的螞蟻集團 要IPO的計畫暫時喊停了 不過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經過兩年的整肅 明年第二季 可能就要對螞蟻集團開發10億 然後推動改革 把超過這個10億用戶的寶貴數據 跟國有企業來分享 那螞蟻集團就可以獲得 重新IPO的機會 而螞蟻集團也在最近公佈了 最新的增資計畫 但是最值得關注的是 國營企業農信集團 將要成為他們的第二大股東 這意味著中共的手要越伸越伸 而這個創辦人馬雲 可能會失去控制權 另外還有傳聞說 支付寶就要被數字人民幣給取代 也就是被國有化了 我自己都一直用支付寶錢包 很方便 而且現在很多顧客也開始用當面富了 中國最大金融科技公司螞蟻集團旗下包括支付寶 餘額寶 芝麻信用 芥杯 花杯等海內外 金融業務這些多方平臺已經是中國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 到了2013年底支付寶實名認證用戶已超過3億 一年完成125億筆交易 而他的母公司正是阿里巴巴集團擁有龐大的金融資源 螞蟻集團曾計劃在2020年11月上市 正當準備IPO時卻被中共監管機構叫停 外界猜測全英創辦人馬雲當年10月份 在上海外灘金融會時的這一番話 此話一出讓馬雲的事業跌落谷底 螞蟻集團不但在IPO的最後一刻被迫緩戰掛牌上市 隨後而來的一連串整數 就連馬雲已經卸下董事一職的阿里巴巴 都以因違反反壟斷法為由 而被開罰了182.28億人民幣 相當於25.5億美元 不單純因為這句話 而是金銷就更早 就是說螞蟻在過去幾年的快速發展 然後第一個 他的支付寶的帳號 客戶的資料 還有金流都沒有上交給人民銀行 所以人民銀行在應該在16年左右就要求第一波 因為他是小額貸款 網路的小額貸款 所以他有很多的這個金管的規則 他是繞過現有金管規則的規定 所以這種的手法 如果他當初真的IPO上市的話 那麼他可能對中國大陸其實已經有潛在危機的金融危機 他會造成一個火上澆油的效果 為了平息中共怒火 外媒披露馬雲還曾上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表示願意把餘生奉獻給農村教育 只不過這次似乎踩到了習近平的底線 螞蟻金服這個IPO要上市的時候 裡面就傳出非常多的官二代跟富二代 在這個裡面進入了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股權的結構裡面 所以在這種過程 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 習近平先生既然他的執政目標 因為這件事馬雲轉為低調 兩年來只有在今年六月被媒體拍到 在西班牙與家人度假 打高爾夫球的照片 閒少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他 其實屬於江澤民孫子 江志成人馬 隨著政權轉換 他也跟著跌落神壇 也就是說它是含有政治鬥爭的因素在裡面 因為我剛剛講過 因為這裡面有涉及到現任的 跟前任的中共的領導人 或者他們的家屬 還有一些所謂官二代 所謂的富二代 他們的利益 經濟利益有沒有 牽涉到螞蟻金服的這個裡面來 所以說這裡面可能會涉及到 一些權力鬥爭的狀況在裡面 這個我想這個是應該我們可以 我覺得這樣子的判斷 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螞蟻集團經過長達兩年的整數 根據路透社報導 中共將結束對他們的監管 在明年第二季宣布 將罰款十億美元 並且推動改革 將超過十億用戶的寶貴數據 與國有企業分享 螞蟻集團也將獲得重新IPO的機會 某種程度如果夠乖巧的話 他還是會讓IPO IPO才有足夠的資本或資金 還有後續的發展的可能 所以只要前提是 聽黨的指揮統一調度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他還是會放行去IPO 或者為什麼要成立上海科重板 為什麼要成立北京證教書 還是為了要活絡整個資本 和方便企業的融資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困難 而螞蟻集團也在近日 公布最新的增資計畫 註冊資本將達一百八十五億元 股東大洗牌 國營企業農信集團 將成為第二大股東 中共的手越深越深 也將影響到外商投資的意願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當然就會跟習慣 西方經濟學貨市場經濟運作的 外資或外國的隔閡會越來越大 那就會某種程度會加速 中國跟全球的脫鉤 雖然他不想 可是他的做法會加速 到這個方向去 習近平以共同富裕的名義 來整肅民間企業 勢必打擊到中國的經濟發展 原本就很脆弱的體質 很有可能一下就崩潰 而引發更大的危機 靜新聞 解文屏 陳佑斌採訪報導 不過像這樣用共同富裕反貪 反壟斷的手段 去整改不聽話的政商界人士 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 只是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到也曾經被譽為 中國企業家良心的 大午集團創辦人 孫大午 他白手起家 但是也因為敢言 聲援了維權律師 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 而且是全家人都被逮了 而有人大炮之稱的 這個紅二代 也是北京房地產大亨 任志強 則因為在微博上發文 暗指習近平是小丑 被判刑了十八年 現在他在獄中的照片也曝光了 常常就敏感話題直輸幾件 他是有人大炮之稱的 北京房地產商人任志強 在中國國家主持習近平上任之後 不改作風 他斬扁實事 大罵國有企業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際改革問題 到十九屆三中全會還在提國際改革問題 也就是五年什麼都沒幹 他敢講敢批 2016年他指著習近平把官媒央視當競軟 曾在微博寫道 當所有的媒體都有了信 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 人民就被拋棄到遺忘的角落 2020年他曾批評中國體制抗議失敗 孫習近平是脫光了衣服 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誰不讓他當皇帝就讓你滅亡 寫完這一篇一度傳出任志強下落不明 外界再度看到他的身影出現在這兒 任志強在獄中照片曝光 七十一歲的他正在牢裡做工 黏著紙盒他比習近平年長 一樣是中國的紅二代 還擔任過北京市政協委員 一樣逃不過習近平的魔掌 被控貪污 受賄 挪用公款 以及國有公司企業濫用職權等罪 判刑18年罰金420萬人民幣 任志強的狀況是基本上 他就是任大跑道是二代 那他跟這個王岐山之鞭的合作 對習近平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 所以對於任志強的這種抨擊 其實是敲山震的一個效果 新民族主義革命時期 黨團結帶領廣大農民 打土豪分田地 他們也不是靠了共產黨 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他們對政治制度的一個不滿 或者是他們對相關政府的政策的不滿 其實他們會直接表達出來 不過這次早期在胡錦濤時代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很自然地說出來 可是到習近平的時代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他在緊縮所謂政治上的一些空間 或者是說就連經濟發展 都要牢牢在握的話 那其實這也是他們可能會面對的 一個下場 下場淒慘的 還有河北省被稱為 狼心商人的孫大武 三十多年前 他從養雞養豬開始創業 大武集團橫掛了食農 營建 醫療 年產值 三十億人民幣 醫院中的錢是我的持股 醫藥給人家是我的農民 因為我不缺錢 我辦醫院就是要演出民族人 去年中共抓捕孫大武和家屬 公司幹部三十多人 被控挑釁滋事 聚眾衝擊國家機關 非法佔用農地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詐騙 等九項罪名 中共還大肆宣稱 孫大武認罪 企業有官方接管 這下子地方上 餐館據說生意 降了三分之一 可見孫大武的影響力 專家分析 那些得罪習近平 下場淒慘的企業家 除了大炮個性還分為三類 一個像馬雲 起研大道威脅中共政權 另一種像仁自強 直接辱罵習近平 而孫大武不服地方政策 卻深得人心 根本踩了習近平的雷 現在的中國 不需要瞭解經濟的落手 也不需要企業良心主 因為中國的生存之道就是千萬千萬別得罪了習近平 今次網友是梁麗玲台北報導 得罪了之後 我們剛剛看到螞蟻集團 可能要被開罰十億美元 滴滴出行之前 也被罰了十二億美元 那所謂的監管整頓 是讓這些公司國進民退 成為被官方掌控的公司嗎 我們連線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琦 請董老師為我們分析 那當然這中間就是包含了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當然就是國進民退是更加的具體 那另外一點是說 國家對於這個 這個所謂過去一段時間 所謂的民企 特別是這些網路的巨破 它所造成的這個網路的經濟 以及這些資訊的經濟 現在中國國家要把它收割 變成是國家所擁有的資訊 那同時透過這樣的資訊的掌控 對於整個中國的 不管是經濟 或者說對於它的 甚至是對於比較有利的 這些財經人士 有更進一步的掌控 而這些人的言行 也會受到更多的控制 那所以如果說這個方向呢 是往這邊來發展的話 那當然螞蟻集團之後還是可以IPO上市 但是它IPO上市之後呢 它顯然的對於 這一些國際的資本商 這個資本來講的話呢 就會有所疑慮 因為去投資它 你的所有的 這個不管是你的有型物品的價值 都是會受到中國的國家所掌控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那會有更多 來自於這個共產黨的這一個介入 不管對於資本市場的介入 或者是說對公司營運的介入 那過程中已經讓 這個金控公司的體質 已經不是完全資本市場的體質 那我想未來對於國際的 這個投資者來講的話 也是會有所疑慮 所以我們來看到 剛剛習近平呢 這個要怎麼樣 要大家來響應共同富裕 這些集團跟個人是怎麼做的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京東集團 他說我們剛剛有說了 從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高層都要減輕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還有騰訊集團 灑了超過兩千億去振興鄉村 那麼拼多多呢 是說要捐出公司全年的盡力 還有這個雨捷跳動 創辦人張一鳴 他捐了超過臺幣二十一億 還有美團創辦人王欣 捐了超過七百億 以及我們剛剛看到的 小米創辦人雷軍 他也捐了將近七百億 那為了好理解 現在用的這個數字呢 都是以臺幣為單月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劉強東宣布 這個減薪的部分 是要提高基層員工的福利待遇 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要共同富裕 所以他的職位越高 降得越多 那其實他在之前呢 也已經捐了大概臺幣 六百四十億的股票了 那老師又是怎麼來解讀 劉強東這一連串的動作呢 是他透過對於這個政策上的效忠 用具體的行動 那表面上呢 看起來就是 不要把太多的財富聚集在自己身上 那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紓成的表現 而且呢 同時呢 他又透過自身呢 響應政府的這些作為呢 希望能夠更確保 他現在目前手上所擁有的資產 不然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即便他是多麼有的這個權威權勢 或者是說 有多麼的經濟上面的資產有再多 但是呢 只要一旦國家對他有所忠誠有所質疑 對於這個企業的進行的方向 跟國家所希望的方向有所不同的時候 那他說擁有的這些財富 擁有的這個地位或名聲 可能一夕之間呢 就被消失了 那這是中國目前這兩年呢 大家一起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我想說 對於這個 這個金東來講的話 他們也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呢 低調轉型的過程中 希望不要受到 國家的影響過大 那同時 還是回到過去 希望能夠悶聲發大財 而不是說 搶出頭 或者是說 希望能夠主導一些金融界的一些變動 或是說 主導一些財經界的變動 那他們希望 就是跟體制之間呢 不要有衝突 那同時在呼應的這個 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政策方向之下 讓企業可以持續發展 讓個人也能夠持續的生存 不過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共同富裕了 尤其是有錢人 覺得這樣對未來實在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在上海市十月份的代售中古屋 就有將近十四萬筆 比去年底多了將近三成之多 再加上中國婦女的生育率下降 人口紅利不再 都讓專家看壞中國房地產的前景 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習近平掌權後 推動所謂的共同富裕政策 將手伸進有錢人的口袋 但因為實施嚴格的防疫風控措施 導致經濟情勢嚴峻 有錢人大舉出逃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在富豪聚集的上海 10月底代售中古屋 已達13.54萬筆 較去年底激增約30% 房屋仲介雙坦言 向脫手的屋主 若非移民就是計劃將錢轉到海外 上海的房價崩盤了嗎 最近10天市中心出現個什麼情況 在掛牌的二手房 降價開始內卷 比誰降得多 包括清零封控 圍台軍演 和中共二十大會議等 都為未來增添不確定性 讓不少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境外客戶 急受在戶房產 顯示滿價對於中國房市前景欠缺信心 而除了政策面的因素外 專家認為跟中國消失的人口紅利也有關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上海10月中股價格較前月下跌0.4% 為2021年11月以來首見 在這場北京當局可能很快就要克徵房產稅 很多有錢人擔憂 習近平三連任後的政策可能會吃掉他們的財富 因此乾脆賣房變現 遠走高飛 新新聞 中盛節王可卿報導 選戰鬥數不到72小時 選前之夜成為了各候選人最後拉票的機會 不過雙北藍綠白卻因為場地卡位而有了些爭議 休息一下 帶您關心 拜席會在14號落幕了 但是在兩人會面前 還有個會前會的消息 現在也曝光了 通常這種大國外交的會前會 都是派官員參加 但是這一次卻是由民間友人 跟企業家來參與 其中就包含了長年致力於美中關係 友好的美國前AIG首席執行官格林伯格 還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老朋友 愛荷華州的前州長布蘭斯塔德 這也凸顯了中國希望 可以讓美中關係停止繼續往下沉 美中兩國元首會面先握手致意 這個月14號拜席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後 第一次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對面會談 現在有消息傳出早在拜習會前 還有一場會前會 習近平派出代表團到美國和知名企業家 格林伯格所率領的代表團見面 這次習近平看起來是吃了趁多點了心 要在二十大之後重新來修正中美之間的關係 至少要把中美關係從谷底要停止 再往下沉 希望可以穩定的 至少是可以穩定的讓中國 可以繼續發展這個穩定的關係 所以先透過跟這個格林伯格的見面 來探口風 探虛實 然後在拜習會的準備上面 中國才有辦法想辦法找出因應之道 但格林伯格到底是誰 高齡勁擺的他是 華爾街相當知名的商人 又被稱為世界金融保險教父 同時也是習近平的老朋友 2018年中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習近平還授予格林伯格 中國改革友誼獎獎章 是當時獲得這項獎項的十位外國人之一 他幫助中國說服柯林頓政府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更長期致力於中美關係友好 你會發現柯林伯格他雖然是共和黨 可是他在兩千年左右的時候 在這個前總統柯林頓的時期 當時美中關係也並不是非常友善 可是他當時就不斷的跟美國政府去強調說 中美之間必須要發展穩定的關係 所以去說服柯林頓的政府 要求柯林頓政府去正視 如果透過穩定關係跟經貿的交流 才有可能去改變中國 當時這個論述成功地說服了柯林頓總統 也成功地讓柯林頓總統開啟了跟中國的交往 格林伯格不止多次公開發言 他不久前也投書媒體強調重建中美關係 並宣布成立一個小組 希望藉由商業領袖間的對話建立雙方互信 就在這份投書見報之後 習近平隨後首肯外交部成立一個小組 小組成員包含曾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前商務部長陳德銘 和前國家發改委副部長寧吉哲 他跟王岐山是非常有私交 大陸這次派出去的代表是崔天凱 就是他的前駐美代表 也就是說崔天凱在美國當代表的時候 一定跟他們非常非常有頻繁的接觸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交情 這場會前會 美方成員除了格林伯格 還有農業綜合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包豐博 前美國參議員李博曼 以及兩位前美國駐中大使 一位是前蒙大拿州民主黨參議員伯卡斯 另一位是前愛荷华州共和黨州長布蘭斯塔德 而他也是習近平的老朋友 干杯 2012年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 還有1985年擔任河北政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 都曾在訪美期間到訪愛荷华州 當時的州長剛好都是布蘭斯塔德 兩人因此建立了友好交情 在川普政府上任後 也由布蘭斯塔德擔任駐中大使 讓老朋友在拜席會前先行會面 算是大國外交上少見的例子 但拜席會後 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寫著 拜登在與習近平會談時專注聆聽 不時低頭記錄 彷彿把拜登形容成在聽訊的小學生 拜登這個做筆記其實我覺得大概不外兩個原因 一個做一個肢體動作讓習近平覺得很舒服 我很重視你的意見 所以我怕忘記或者幕僚寫得不夠清楚 我自己把它記錄下來 如果負面來看的話 就是我覺得即使做這樣的動作 也不代表拜登有多重視習近平的一些談話 因為畢竟外交場合很多是表演重於實質 在拜席會之後 中美雙邊已經恢復最高層級會談 美中關係看來暫時回溫 但美國要繼續維持世界霸權 中國又高舉偉大復興 兩國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 看來還是會繼續上演 今天新聞 帶來陳志宇 蔡文報導 歡迎加入大選回戰單元 九合一大選倒數三天了 我們來觀察幾位候選人 今天怎麼衝刺呢 先來看到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今天持續衝刺路戰 一早就開始車隊小街 前進了嵩山信義區 而苗栗縣長候選人 徐定針的女兒還特別到場打氣 希望能夠催出年輕的選票 但是對手持續緊追疫苗題 包括蔣萬安 黃珊珊 都要陳時中講清楚 他到底擋了哪些疫苗前客 不過衛福部長薛瑞源 已經幾天都加入戰局了 也在這個時候狂酸蔣萬安 說不知道他的法律學位是怎麼來的 圓人大眼留著一頭俏麗短髮 他是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 徐定針的模特兒女兒徐李維 一早特地北上替時中阿伯加油打氣 這陣子辛苦了 要加油 車掃前請出神秘嘉賓助政 陳時中要催出年輕選票 車隊從嵩山區出發前進信義區 陳時中要往勝利之路前進 但蔣萬安步步進逼 六號蔣萬拜託拜託 蔣萬車掃指導疫情重災 去萬華再逼問陳時中 當了哪些疫苗前客 要綠營給交代 到底誰是疫苗前客 陳時中薛瑞源王必勝 三個人的說法就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他們故意要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故意要搞混民眾 而來掩蓋很多重要的事情 另一頭的黃珊珊 在田柴禍 如果認為陳時中有這麼大的功勞 應該幫他宣傳 這不是我們在跟他鬥嘴 是他自己說出來之後又收回去 陳時中不是說前客是外國人嗎 外國人你有什麼好記憶的 你大方的把他公布出來 全台灣人都給你拍手 我說幼稚也沒有說他 他就說你幼稚 你全家都幼稚 小孩子鬥嘴 這不用回答 面對共同敵人陳時中 在選戰最後關頭 藍 白 炮口一致 除了車隊小街 陳時中也丟出了五大承諾 如果當選 保證會組成跨黨派團隊 任用年輕首長 更要提升市府和市議會的關係 以及重建公務員的尊嚴 那其中最後這兩點 擺明就是柯文哲 八年來對公務員的態度 很來諷刺的 不過柯文哲就反酸 說聽了還真是害怕 選戰邁向倒數四八小時 陳時中動身催票之前 請簽新聞件 這份專屬市民 跟臺北市政府 對府會之間的一個態度 在府會之間 一定要尋求大家的合作 任何的對立 儘量要降到最低 因為政務官的流動的一個平凡 整體的士氣相對的低落 整體的戰力 發揮的不勝的理想 那未來我當市長 一定要來重建 這整體八萬大圈的一個工作的尊嚴 公開許下五大承諾 首先組成跨黨派團隊 再來落實性別平權 任用年輕首長 然而第三第四條 重視府會關係 多溝通 多合作 還有重建北市府公務員尊嚴 這兩點最具殺傷力 字字句句直戳柯文哲 事實上這八年來 公務員聽到柯正更害怕 曾經怒斥政風處長 沒叫你講話 批評衛生局員工 不要做了 直接辭職回家 甚至防災匯報上 怒罵全場官員 雨露數不完 局處首長也換個不停 一聞想問柯文哲 陳時中哪邊說錯 陳時中的承諾並沒有錯 陳時中其實並沒有針對柯文哲市長 他只是把臺北市公務人員的心聲 給表達出來 綠營對母雞的點評 對手大致同意 唯獨對於自律標準持懷疑態度 在我看來民進黨人士的承諾 聽聽就好 以用人為財 禁用年輕首長來說 到時候恐怕就是用人為親 過去面對立委 都可以反質詢 比起柯P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論藍綠白 再多承諾選上再說 而就任之後 檢視的眼光也絕對更甚以往 金新聞 葉福電只好參謀 而且除了一開始看到的 這個陳時中 這個車隊掃接之外 其實另外兩位候選人 也都是選擇路戰衝刺 陳時中掃接的部分 還有找到了前副總統陳建仁 跟立委高嘉瑜 而且特別除了松山信義區之外 還在黃珊珊本命區內湖南港車隊小街 而蔣萬安則是到綠營傳統票倉 市嶺北投 而黃珊珊在小街敗票的時候 還巧遇了議員王世堅 雙方隔著馬路揮手比讚 黃珊珊還大喊 王世堅 王世堅 加油 大家加油 轉角遇到愛 狹路相逢 碰到的是朋友 黃珊珊徒步騷街 馬路上那人正是王世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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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黃珊珊 王世堅忍不住向前站上一步 就差沒直接跳車擁抱 這麼巧 黃珊珊一旁的正是民眾黨 要攪逐這區議員的林真宇 王世堅加油 三分五分 王世堅請 王世堅加油 拋下對立 這一頭高喊王世堅動算 但選戰溫情只是少數畫面 更多的是較勁廝殺 黃珊珊靠雙腳握遍傷圈 每一雙手 下午到的中山區 正是蔣萬安本命區 一聲紅上站車特別顯眼 蔣萬安車嫂搶票來到綠營傳統票倉 士林北投 把手伸到最長 不漏掉手在車旁的選民 蔣萬力拚突破防線 另一頭陳時中也忙著拉票 左邊揮揮手 右邊比個讚 陳建仁連兩天陪同陳時中車嫂 這回來到內湖南港 黃珊珊本命區 派出在地立委高嘉瑜打前鋒當麥克風手 氣氛瞬間炒熱 興奮放鞭炮迎接 卻有人明明表態要投陳時中 又透露不太甘心 市議員邱威傑批評陳時中背後的勢力 是民進黨最邪惡的一群人 但民眾黨有不少問題 所以還是很痛苦的票投陳時中 沒有人可以被政黨綁架 那都是被自己綁架的 不需要含淚投票 也不需要動搖信心 就是監禁把手中這一票 支持六號蔣萬安 北市決戰七十二小時 不管是含血含淚還是含恨 藍綠白只求票都往自己身上來 進行為聆聽陳生意才會報導 除了最後衝刺階段的車隊掃街之外 選前之夜到底在什麼位置 現在也成為了交鋒的關鍵 像是臺北市原先陳時中的陣營 想要在凱道舉辦選前之夜 後來突然宣布要改在靖總前面舉辦 那原本想要辦在凱道的是蔣萬安的陣營 因為陸權搶輸了 所以現在只好改地點辦了 另外在新北市的選前之夜 同樣也不太平靜 因為試圖連任的侯友宜 選擇在板前第一運動場 至於林蝦龍則是選在區運路 跟新府路之間 雙方陣營的選前之夜的位置 只有短短三百公尺的距離 包括人潮維安都成為了關注焦點 陳時中選前黃金週日遊行地點 從北平東路進總前做起點 二十五號選前之夜也將在這舉辦 而原本申請的凱道呢 陳時中說放棄有所考量 但其實凱道原先是搶萬安 心中最佳選前之夜地點 蔣伴為了準備在凱道辦好晚會 提前連接三天搭贏假 但無奈最關鍵的二十五號 卻被陳時中搶走 藍白陣營隔空較勁 黃山山跟進再多補一槍 用他的方法去卡別人 大家都知道這個動作是 不是就是不做正事啦 誰卡誰各說各話 最後選前之夜北市三強 蔣萬安選在台泥松山場旁停車場 陳時中在進總前 而黃山山設在市府前 跨過基隆河的新北市 選前更是激烈 要拼連任的侯友宜 不打算邀請黨內大咖 現身選前之夜 打出市民接大咖 而林家龍則有蔡英文 賴清德 蘇貞昌等同台撐腰 林家龍 比大咖還要比場地 侯友宜將在板一運動場前廣場 林家龍則伴在區運和新甫路之間 雙方僅相隔約三百公尺 不到一分鐘的路程 但市府前恰巧碰上週五 耶誕城活動 三股人潮同時湧進新版特區 只怕出現違案疑慮 躺地在哪一個地方 我尊重權責單位所做的審查 希望說市政府他們在做 不管是交通或相關的安全 維護的時候 能夠這個做好 雙倍選前之夜 各陣營卡位真人氣 搶支持評審出 近新聞 謝謝翁錦斌 蔡芳某的 選戰激烈的焦點區域 我們來看到新竹市 國民黨及議長 不再力挺林根人 而副議長也倒戈支持高洪安 所以地方上醞釀了氣鈴寶高的聲浪 那眼看著高洪安將要吸走泛藍的票 但是林根人不受影響 呼籲藍營要團結 至於綠營面對藍白夾殺 沈惠宏則痛批 這樣搞氣寶操弄選民 而高洪安則是酸綠營 這是過度反應 宣戰倒數強化陸戰 掃接敗票馬不停蹄 即使地方上醞釀 氣鈴寶高氛圍 但高洪安態度還是相當保守 其實新竹市民的水準 選民的數值都相當的高 我想氣寶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 可以被政黨或者是 被有心人士所操作的一個議題 氣寶是在未提名之前 黨對黨之間的協調 既然已經提名了以後 就沒有什麼氣寶問題 反觀是林根人態度強硬 不當可憐人 不甘心被邊緣 面對黨內部團結 支持者舉起不定 副議長倒戈 政議長挺到收手 林根人乾脆單打獨鬥 選前動作比兩位對手多 開記者會在炮打綠營 車隊掃機不暫停 繼續拼到底 新竹市的市民是有智慧的 也是理性的 他們有理性 而且能夠有智慧的做出判斷 企圖操弄氣寶 是愚弄選民的一個做法 對手陣營也不要 對於說每一個民意代表 或者是每一個選民 他表達他自己心中 想要去選擇的這個 我們講說市長的候選人的時候 有這麼大的一個過度的反應 高宏安藉由氣寶話題 雖然綠營反應過度 只是面對高宏安 吸了不少泛藍票 林根人好緊張 每天信心喊話 他的想法應該是恨得不成功 我會盡心努力 當然我們是希望 在各位市民的協助幫忙支持之下 我們這一戰一定要翻轉新竹 林根人跟高宏安理念一樣 要翻轉新竹市下架民進黨 這場撒卡都看似藍白夾擊綠 但藍白又可能兩敗俱傷 誰也沒把握贏得勝利 讓新竹市成為全台最受關注的選戰焦點 靜新新聞 張宇宙 宇宙 維三郎 新冠防疫保單之亂 重挫國內金融保險業 不過隨著邊境開放 國人搶著出國 所以多數保險公司針對 旅評審海外突發疾病的項目 特別排除了新冠肺炎確診的理賠 稍後帶您關心 長榮航空舉辦法說會 總經理孫嘉明表示 歐洲航次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了 從現在到年底 歐洲回程的定位已經達到九成 預估在春節期間 短長的日本跟東南亞也不錯 明年頒表就渴望 恢復到疫情前的百分之八十三了 邊境解封後 機場出入境的遊客越來越多 長榮航空法書會公佈 累計前三季營收九百八十六 點二七億元 年增百分之四十一點六 營業經歷七十九點二九億元 年增百分之四百八十七點八 歸屬母公司 經歷六十三點八九億元 較去年同期轉虧為盈 每股盈於一點二億元 客運收入從下半年開始 逐月的跳躍成長 這個歐美長線的部分先恢復 然後尤其是歐洲 我們在這個月已經恢復到 疫情前的整個行次的水準 那每週會逐步的恢復 然後其實是東南亞 那之後才會來看 這個新增的航點 孫嘉明表示預計明年頒表規劃 渴望恢復疫情前的百分之八十三 過去部分客機拆座椅改成貨機 載貨 明年也會把椅子全部裝回去 預估春節就會看到第一波的出國人愁 東北亞航線依舊最旺 平均定位率將近九成 其中北海道東京大阪等航線 不分日期只剩少數機位 東南亞的航線 詢溫度也相當高 長城航線則以歐洲最熱門 美洲表現也不錯 長榮航空十一月也才剛拓點 米蘭與慕尼黑航點 華航技速物清邁開航後 東南亞的版圖再添新航點 明年一月二號起 開航直飛越南縣港 新宇航空同樣加速開拓 東南亞的新航線 明年一月開拓河內速物航線 四月再飛進美國洛杉磯 計畫下半年插期舊金山 挺過疫情寒冬航空業就等來年春天 亦非衝天 近新聞 謝偉何孟哲採訪報導 不過很多人在出國的時候都會保旅遊平安險 尤其其中有一個海外突發疾病 但是呢您也記得在新冠肺炎期間 保險公司因為防疫險賠到怕了 所以現在就在旅遊平安險裡面的海外突發疾病項目 特別排除了新冠肺炎確診的理賠 只剩下安達產險還有保留這一條理賠 不過還是在保險條文中 特別明文規定了 紅色警示的國家就不重保 出遊在外就怕有突發 萬一在國外確診新冠肺炎 得滯留當地至少七天才能回來 多出來的吃住花費很可觀 要是再加上醫療費更驚人 但縱觀國內各大產險公司 目前只剩一家在國外確診新冠肺炎 有得賠 目前有賠COVID-19的海外突發疾病 目前只有安達有 只是說要注意一下 因為海外突發疾病的定義 是要有180圈內沒有得到 所以如果我們在出國前 就已經有得過COVID-19的話 我們再次確診 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賠 打開線上投保 這一家公司 旅平線以最低保額試算 海外突發疾病 住院賠十萬 門診急診各賠一千 保五天費用不到三百元 但也不是繳了錢都能賠 以國人敬愛區的日本來說 旅遊警示剛轉為黃色 而福島還是被列為紅色區 但保險公司明文規定 紅色警示國家不成保 旅行社有變通方式 與其這樣子的話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會協同所謂的 在日本的local 幫旅客投保所謂的 那個海外醫療保險 這等於說類似我們的旅遊 平安險的模式 看看日本當地 對國外旅客承保的旅遊保險 治療 喪臟等最高上限 約當臺幣兩百二十萬 保五天 保費臺幣五百出頭 也不算貴 所以旅行社偏向找 當地保險公司承保 邊境開放 國人封出國 染疫風險 還有可能衍生的費用 都得一併考量 今新聞 吳雅婷 彭志華 採訪報導 九回一投票倒數時刻 總統蔡英文及民進黨 多位縣市首長的候選人 社群平台的版面 突然遭到全體字大軍洗版 稍後帶您關心 距離投票日只剩三天了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在喊話支持者 拜託所有認同民進黨的朋友 在最後七十二小時 要催票 拉票 顧票 為臺灣挺身而出 選前黃金期十二小時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親自下達催票令 這次縣市長的選舉 跟總統選舉是一樣重要的 接下來的總統任期 不要把臺灣顧好 需要借用你們的力量 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聲聲呼喚 英粉們11月26號站出來 但會喊得這麼賣力 或許遠翰擔心投票率有關 對於評估年底九合一選舉 投票率恐怕不會太高 對民進黨許多激戰縣 是不利 像是基隆 桃園和新竹市 尤其選情膠著的臺北市 受當起衝 沒有辦法做這些預言 或只能呼籲我們的支持者 這段時間盡量吹票 拉票 顧票 最後一定要出來投票 臺北第一次在所謂的三股勢力 旗鼓相當的情況下 大家一起來做得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次投票率 反而我認為會讓更多的人 想要出來投 我們絕對有勝選的信心 也要有危機意識 這次臺北市場選舉人數 共兩百零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人 若拿四年前投票率 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來計算 今年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一萬七千四百人 出門投票 得票率達四成三左右 也就是拿下五十六萬六千四百八十二票 才能放心 但下一位影響投票率 就怕天公不作美 在野黨也頭痛 民進黨持續衝刺陸戰 選前三天 規劃二十四場大造勢 決戰七十二小時 藍綠白拼洞圓 力求飄飄入軌 金秀昂 新潘州採訪報導 不過這幾年各國在關鍵時刻 都要關心境外勢力的影響 那麼尤其是選戰 這次我們也觀察到 陳時中跟林佳龍 兩個人的IG粉絲專頁 最近都被網軍用簡體字洗版 當中共統的關鍵字 就包含了中國或祖國 而且點開這些留言帳號 很明顯都是假帳號 所以就讓陳時中直呼說賣來亂了 而林佳龍也呼籲選民 千萬不要受到影響 明明是輕鬆的催票影片 但留言卻被簡體字洗版 共同關鍵字都是中國或祖國 而且很多是複製貼上 點開帳號大多有阿拉伯文 很明顯幾乎都是假帳號 選前倒數境外勢力又來擾亂 這境外勢力賣來亂了 賣個亂了 他們沒有民主 但是不要來防害我們的民主 陳時中嗆賣來亂 禁總政策小組召集人 管碧玲說IG帳號 從上午六點五十分 就被簡體字網軍攻擊 禁總發言人林楚英 也說這顯然是故意 境外勢力洗版三大目的 帶風向製造混亂引起矛盾 呼籲選民讓境外勢力無法得逞 但受害的不只陳時中 投回民進黨的新北市長候選人 林嘉隆也遭殃 IG下方留言 和陳時中一樣的簡體字留言 同樣強調祖國統一 對此內政部也證實 確實有發現境外勢力介入蹤跡 具體假訊息或候選主動提出 就會進行偵辦 內政部也研議修選罷法 遏制假訊息 繞亂選舉 九回大選 加上下週投票年齡到十八歲 現政史上首次郊遊公投覆決 相關部會螺絲酸井 全力嚴防 境外勢力介入 而林嘉隆也在此時持續出招 先是批評對手侯友宜 市長任內四年 新北市沒有一處國際型的重大建設 繼續再追恩恩案 恩恩罷 苦追的消失的八十一分鐘的真相 這年前國策顧問 同時也是大塊文化董事長好名義 也呼籲侯友宜在選前公佈資料 冒著毛毛細語上戰車 林嘉隆帶著小雞們土城掃街 支持者的鞭炮聲狂炸 選前他更加大攻擊力道 林嘉隆痛批侯市長任內沒有重大建設 侯友宜列舉政績反酸對手 不了解新北 林嘉隆再嗆 不要達非所問 他舉不出來 然後自負其短 他舉了一些小型工程 讓我們覺得說啼笑皆非 他們的團隊面對到我們的挑戰 沒有辦法對焦 要嘛就是可能是故意的 因為裝睡的人也叫不醒 但侯友宜被質疑的 還有這件事 大塊文化董事長好名義臉書發文 提三大理由呼籲侯友宜 選前公開恩恩案資料 不然選後更不可能重視 到底問題出在哪 也是不容迴避的重要政見 恩恩爸隨即也在臉書轉發 謝謝他的仗義直言 沒有這個真相 我們沒有辦法讓政治人物負起責任 那既然如此 我們的選票就不用去投給他 因為投給他好像在肯定他現在 這一種打壓人民的做法 我承諾 如果我當選市長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成立恩恩案的行政調查小組 理解家屬的心情 謝謝 選前倒數時刻 林家龍猛攻恩恩案 侯友宜依舊時問須答 最近現場來看到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 鄭運鵬今天晚間再舉辦要勝選的晚會 詳細情形連線記者謝祈恩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馬上賴迎來關心桃園選戰的最新情況 今天晚間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 鄭運鵬是抓緊最後的關頭時間 晚間是在楊梅的浦星公園舉辦勝選晚會 而除了準備要交棒的市長鄭文燦現身之外 就連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抽空現身力挺鄭運鵬 現在聽一下蘇貞昌怎麼說 當時在立法院你看國民黨是丟水球撒棉魂 這樣子幹就是不願意通過預算 如果不是這個預算 因為幹事長鄭運鵬 因為有這麼多好的立法委員 因為大家會選讓民進黨過半 這個預算通不過 我怎麼補助桃園一個地下化就是八百億 張善政也當過行政院長 只是他只當三個月 我現在就當三年多了 他只肯給桃園一百九十九億 超過不肯 我給近八百億 其實這一次的桃園選戰對於民進黨來說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也算是鄭文燦執政八年的期末考 因此預計從今天晚間祭陽梅之後 明天晚會將會在巴德來舉辦 而最重要禮拜五的選前之夜 則會在桃園區的北區競選總部盛大舉行 就是希望能帶著團結的氣勢 迎向勝利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閒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 而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今天晚上繼續車掃敗票 預計從中山區出發 最後抵達松山區 為了要得到更多選民支持 他一整天安排了三場掃票的行程 詳細的情形連線給記者楊馨宇 好主播今年九合一大選進入關鍵倒數三天 各縣市首長候選人都保足全力 把握機會增加掃揭拜票行程 其中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二十三號晚上七點半 從中山區民族東陸出發進行車隊掃揭活動 現在你看一下最新畫面 可以看到沿路都有不少支持者 在路邊舉起幫蔣萬安一起加油 而今晚的掃揭活動 預計從中山區出發 終點在松山區的龍神市場 為了要抓住機會推出選票 蔣萬安光是二十三號 就安排了三場掃揭行程 一早九點多 不畏風雨從中正萬華區出發 下午兩點則是專攻士林北投區 傍晚把戰場轉移到中山松山區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水民支持 以上現場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先把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還有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陳志忠 要拚連任 前總統陳水扁 特別幫忙來拉票 陳水扁說距離上一次車隊敗票 已經十四年了 由於是保外就醫期間 阿扁說他有先跟臺中監獄報備過了 站在紅色吉普車上 前總統陳水扁露出招牌微笑 對街道兩旁的民眾熱情揮手 距離上次車隊敗票 陳水扁說已經是十四年前 二零零八年的事 這次蔡出動 就是為了幫兒子陳志忠 催票助選 陳志忠二零一零年選高雄小港前政區的議員 以三萬兩千九百多票第一高票當選 但隔年因為偽政案判刑定驗遭解職 二零一八年他再度參選 但這次只開出一萬五千九百多票 八位當選人中第六名 就怕這回成為落選頭 這次選舉 陳水扁跟兒子三度公開合體 十月三十號陳水扁 親自替兒子披上競選彩帶 十一月九號陳志忠 接受阿扁的廣播節目專訪 這回又在選前關鍵時刻同車掃街 身為陳志忠的政壇前輩阿扁怎麼看陳志忠的表現 我感覺說他沒輸爸爸 我們希望說清楚一難而難一難 就是因為身體違樣 所以需要保外就醫 那現在怎麼又可以去掃街拜票呢 到底是挑戰法務部 還是挑戰蔡英文的底線 由於陳水扁人是保外就醫的身份 必須遵守不上臺 不演講 不談政治 不接受採訪的四不原則 上屆服選他上街不上臺 游走紅線邊緣 但這回他不僅上臺喊動算 還公開受訪 阿扁說有跟臺中監獄報備了 有沒有違反規定 中監表示還要通盤了解 近新聞 不過一場未來議長的選舉 可以左右影響現在直轄市長的選情嗎 我們要帶您來看的是台南市的選戰 這裡曾經被學運領袖林非凡 形容某黨推西瓜都會當選 來形容臺南到底有多綠 只是這個看似穩贏的選情 卻因為副總統賴清德一番挺自己人 當議長的話 讓親政國會的國黨五黨籍議長 郭信良不是滋味 雖然他之前是曾經到國民黨 臺南市長謝龍介的場子 不過他接受近新聞的專訪的時候 用自己打的綠色領帶表態挺綠 還說小英總統會關心他 台上正臂疾呼 高喊停委 這場造勢大會動員兩百五十輛遊覽車 近一萬六千名支持者 有臺南市議會議長郭信良 與立委陳廷非策劃 號稱臺南最大差 一度說無法出席的黃偉哲 最後還是來了 兩人一口同聲都說蔡英文希望我們團結 那到底是多不團結 看看兩人在台上幾乎零互動 拉手喊口號時 中間還隔著立法院院長 游錫坤 因為辦庭委哲造勢大會之前 郭信良才剛幫國民黨台南市長候選人 謝龍介站台 部分綠營議員痛批郭信良 但台南綠營茶壺內的風暴得從二零一八年的議長選舉說起 原屬民進黨的郭信良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號議員就職當天宣布退黨 與民進黨議員陳怡貞 周立金 吳通龍 在正副議長投票時 為按照民進黨黨團決議 投給被視為副總統賴清德人馬的邱莉莉與郭清華 而是聯合國民黨與無黨議員投給郭信良自己與無黨的林秉立 最後郭林佩均以二十八票過半數當選正副議長 民進黨在台南賴系與郭信良友好的正國會派系的裂痕 越來越深 比台南市長選情更有看頭的就是台南市議會的議長之爭了 假如郭信良繼續用無黨籍的身份 角逐議長連任 那麼將會對上民進黨團推出的議長人選邱莉莉 二零一八年的議長之爭 恐怕再度重演 沒有 到這次要什麼 比較無罪 親人 引後無罪 我又沒有做了什麼淘天大罪 我又沒有什麼犯的大錯 連生還不給我 未免太殘忍了 邱莉莉議員 上次就是因為跑票 跑票的議員 然後所以不幸敗北 那我想這次邱莉莉議員還是想要捲土重來 未來的議長之爭影響到這次台南市長選舉 民進黨在台南執政超過二十年 但黨內派系之爭從未停歇 立委陳庭妃屬民進黨政國會系統 在地方是非主流派 而盟友正是地方勢力雄厚的六連霸議員郭信良 至於立委林怡錦 林俊憲 郭國文 賴慧元 則屬新潮流及賴系人馬 群球七連霸的議員邱莉莉 正是副總統賴清德 力挺的議長人選 好 大家好 邱莉莉 我們每次議會來最主席的議員 然後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來說 立委議員共存理大 貴犯 議長 副議長 我們要自己來做 大家看怎麼樣 該你的就是你的啦 不該你的爭取也沒有用啦 對啦 對啦 賴清德副總統 要當大衛的人 應該要有更寬闊的胸筋 胸懷 就那些人在說 我們查外地的給個人 應該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這是在台南市 很多人都會扯到賴清德副總統 其實在議長 副議長的選舉 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 就是尊重黨團自主 賴系立委林俊憲成親 沒人能介入選舉 不過郭信良公開 對賴清德喊話 要他再思考一下 郭信良在佔議長寶座的意圖 很明顯 外傳總統兼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還特地派人 與黃偉哲溝通 希望現階段全力拼選舉 讓三十四名議員候選人全上 至於民進黨團 如何推出議長人選 將依照縣市議會議長 及副議長支持人選 產生辦法 特地拉起領帶給鏡頭拍 表明新意 這票還是會投給黃偉哲 雖然郭信良二零一八年 推出民進黨 但二零一九年 他大力輔選總統蔡英文 還出任臺南市後援總會 總會長職務 究竟是清政國會的郭信良 會出現 還是賴清德力挺的 邱莉莉能上位 一場未來的議長之爭 已經為臺南市長選戰 埋下變數 近新聞 中央林 謝嘉玲 黃一軒 和坤遠 林雅金 採訪報導 尋求連任的臺中市長 盧秀燕被綠營爆料 動員里長參加造勢晚會 這是怎麼回事 稍後帶您關心 台中市一名議員在臉書上PO出了一張 盧秀燕的陣營 請林里長動員參加選前之夜的表格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了爭議 台中市府也立刻出面成親 絕對沒有強迫領長 不過也被對手蔡奇昌 逮到了機會 說盧秀燕的行為 根本在破壞選風 熱情揮揮手 盧秀燕站上車隊掃街 全力催票 但他卻被綠營踢爆 疑似強迫臺中市的林里長 參加二十五號的選前之夜 市議員陳仕凱在臉書上PO上一張 盧秀燕陣營 拜託林長參加造勢晚會的表格 強調由於人數不足 需要請每個人再邀請兩位朋友參加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爭議 林長沒有領你盧秀燕的薪水 憑什麼一定要逼他們去動員呢 但他裡面有寫說 請大家相挺完成任務 什麼時候我們的里長跟林長的設置 是為了要完成盧秀燕造勢動員的任務呢 決戰台中選前之夜 藍綠陣營摩拳擦掌要壯大聲勢 盧秀燕選擇辦在舊太原夜市 場地大約六千六百坪 剛好對手蔡其昌十一月十九號 也在這裡舉辦遭世晚會 當天湧入三萬多人 綠營質疑盧市府 疑似怕參加人數太少才發起動員令 這個叫做行政動員嘛 就我一直以來講選舉選到都必須要使出這些手段 這個就是盧市長口口聲聲講 這個要給下一代好的選風 沒有透過民政系統要求或搶迫林里長動員參加選前造勢活動 里長號召支持者前往參加造勢活動 市長直說謝謝不回應到底有沒有動員 週五選前之夜就能見真章 新新聞 發 賴文中採訪報導 宜蘭縣長第二次公辦證件會 今天登場 率先登場的民進黨候選人 將從原爆料 衛生局員工涉嫌將中央補助染疫民眾的採購預算 佔為己有 怒轟林姿廟 除了涉灘弊案被起訴 內部管理也是有問題的 對此衛生局會後出面說明說 全案已經送廉政署偵辦了 新冠疫情雖然改變了您我的生活 不過也加速了臺灣發展遠距醫療 稍後帶您來看 在後疫情時代下的新型態醫療服務 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爆發 全世界陷入疫情風暴 但是它是兩面刃 疫情在影響健康的同時 也加速了臺灣推動遠距醫療的進程 受益最大的就是偏鄉離島地區 在臺東的都蘭診所 透過遠距會診結合在宅醫療 把臺大醫院高雄長庚的醫師 都帶進了臺東偏鄉部落 改善了當地的醫療品質 而在離島過去 如果有集中症患者 就得用直升機後送本島醫院 但是這往往還得看老天爺的臉色 病患常常是命選一線 而如今在遠距會診推行之後 有不少病患 透過平時的遠距會診 穩定病況 健康不平等的狀況 也出現了翻轉 重大傷病要靠直升機後送臺東 但能否順利起飛得看老天爺臉色 這是綠島人的救護宿命 但像這樣的緊急病況 若在平時持續追蹤掌握 危機突發的頻率就能降低 65歲的蘇先生因為心肌梗塞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裝了心臟支架 採訪的這一天是他回綠島衛生所 例行檢查的日子 蘇先生人在綠島 但幫他看診的主治醫師 是人在台東馬街的心臟內科醫師 呂夢穎 呂醫師 你那個血藥藥都有在吃嗎 有啊 就是你開給 就是你開給我的啊 像病人有心腳痛 我們可以提早發現病人 因為長期投注的模式 我可以比較能夠知道 我們遇到會來哪些病人 他目前要需要 去目前追蹤 我可以去提醒 衛生所的醫師 這病人可能要再注意 綠島和蘭嶼 是全台灣維二鄉鎮 在衛生所設有心臟內科 遠距醫療門診 對交通受限的離島居民來說 心臟疾病 若能讓專科醫師追蹤掌握 就有機會 就自己一命 容易喘 爬樓梯的時候 會感覺好像快要暈了 一樣趕快進來的時候 躺著以後就好像不想動 他檢查結果以後就說 我要裝支架 我就那次去就直接住院 透過遠距看診才發現 自己罹患心肌梗塞 蘇先生立即到台東動手術 之後定期遠距看診 穩定病情 但要完成一次心臟內科的遠距看診 光靠呂夢瑩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再回到那個突堤 把它切再更靠中間一點 因為它有點切偏了 這樣呢 綠島衛生所醫師蘇燕華就是呂夢瑩的手 但蘇燕華是一般內科醫師 過去並未接受過心臟超音波的專業訓練 要如何精確找出呂夢瑩需要看到的位置 是一大挑戰 當然心超畢竟不是說 只是熟悉一兩次就是可以說很上手 後來綠島有幫我們安排去馬街做一些基礎的 一些心超的熟悉 畢竟有一些角度 很細微的角度的調整 是比較困難的 不熟悉技術的前端醫師 得先願意花時間學習 而遠距看診是否順暢 關鍵還在通訊傳出的品質 覺得一個靜態的 可是對心臟科來說 它沒有意義 它要看一個會動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把平板架在旁邊 但是我覺得畫質一定會有差 手持的畫質已經有一個限制了 再加上透過平板 我覺得又有一點點打折扣 畫質不佳 判讀更吃力 一個病患看下來 至少得花上雙方醫師三十分鐘 這讓遠距看診的效率大打折 遠距模式 現在目前最大問題是它的效率 因為它沒法像我們一般在診所 看診人到的時候可以很有效率的 那醫師在短時間內看很多人 遠距的話它就變說受限於 兩邊都要影像上面的一個配合 那它就不可能會很快的看我們 看診效率不高 一般醫療院所的參與意願就更低了 因為畢竟有時候是很現實 在那個醫學中心裡面的醫師 也不是說閒閒沒事 在那邊等著接電話 他本來就是很忙 他們都有不同的考量 可是在以健保署的高度來講的話 是真的必須要務實面對 我們要怎麼樣讓有認真在做 有需要的人 他可以得到合理的給務 2021年是健保遠距給付元年 健保署推動遠距醫療給付計畫 目前全台灣符合這項計畫申請的鄉鎮 共有64個 而已經提出申請的鄉鎮 又以東台灣也就是東區最多 當然也包括了綠島鄉 但是有些地方 它雖然未能納入這項計畫 但人憑一己之力努力再說 像是台東的都蘭診所 都蘭診所結合巡迴醫療 居家醫療以及遠距醫療 負責照顧東海岸居民的健康 各位村民 早安 今天早上8點到11點 有夫人診所醫療團隊 來我們的村子 送巡迴醫療 我們要請身體上 有艱苦不疼 需要醫生與您靠近 請您帶您的店鎮 我們今天要禮藥 抽血 要抽血 好 手握起來 放輕鬆就好 余聖茹是都蘭診所所長 也是一位嘉醫科醫師 台東天鄉就是他的診間 但光靠於尚如一個人 是無法處理所有病症 除了走進社區 走進家中 他知道必須導入更多 專業人力物力 才能為偏鄉 爭取更多醫療資源 我們會遇到一些長輩 他有一些狀況是 我們當下沒有辦法判斷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懷疑 那我們如果跟他講說 我幫你做轉診 然後我們到醫院去做個檢查 大概10個有9個都不會去 有一些病 如果你一直不理他 一直拖 他可能會 最後會甚至影響到他生命 或者是說有一些病 其實如果早一點知道 可能是什麼 那可以早一點做安排 事實上我們知道偏鄉 越是沒有醫療資源的地方 他越不會有衛生索 越沒有空間 所以反而巡匯醫療 是最值得來推遠距匯匯症 就是患者 患者 患者 余上如為偏鄉病患 找到的解放之一 就是這台5G行動醫療車 我這個月有幫他驗過BMP 應該是一千二左右 想說看一下他心衰疾的程度 還有那個看他藥物的部分 等一下看看能不能 給我們一些建議這樣子 漢瑜上如進行視訊的人 是高雄長根心臟內科醫師 黃明平 在5G行動醫療車上 可以進行內視鏡 心電圖 和心臟超音波 診察時也可給予患者 足夠隱私空間 最重要的 車上能同步 與遠端醫師會診 他那個IVC這麼5 可以用利尿劑 就是可以改善他的那個症狀 好 那我們再幫他調整一下 那個藥物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不見得很會調整藥物 所以那個會請心臟科醫師 給我們建議 那我們的藥基本上 跟台大腸根藥都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調整 行動醫療車 從二零二一年一月上路 截至二零二年八月 已出動兩百五十三次 但總有些人連走上車 都是奢求 將遠距醫療結合在宅醫療 余上如帶著遠端的醫師們 走進患者家中 躺在自家床上 八十歲的潘姓妹 剛做完腎結石碎石術 行動不便 余上如邀請人正在美國出差的 腎臟科專家 台大醫師蔡宏斌 進行遠距會診 土邊其實腎結石還是有來的 他這邊看點像毒核 他不是單一顆的 他目前在家裡面 血尿的狀況如何 阿嬤尿尿還好嗎 還好 你吃了嗎 還好 比較好也比較方便 因為也不用直接到 診所還是醫院 也比較清楚 對啊 就可以省下很多事情 二零二一年起 都蘭診所在台東偏鄉 導入遠距在宅會診 從二零二一年三月 至二零二年中旬 共會診三十一人次 主要照護應用在 高齡衰弱 心臟衰竭 農蒙時期造成的 肩旋轉肌肩斷裂 以及臥床病人的吞咽障礙 偏向民眾 再也不用長途跋射 就能看到大醫院的醫師 這個台大的醫生 他說你沒有石頭的 你膀胱沒有石頭 高齡很害的 他說很好就好 站在于尚如身旁的 是都蘭診所護理長 陳慧玲 陳慧玲是阿美族 和長輩們溝通無障礙 在遠距醫療進行過程中 居中的這個人是關鍵角色 從醫師診斷 一直要告訴他的症狀 一直到他被診斷的結果 就是都要用母語來翻譯給他們聽 了解了以後去做遠距的時候 他們不會有很多的擔心 無論我們會診的對象多遠 或者是多厲害 在地的這個中介還是很重要 他不但要扮演這個 能夠跟遠方的這個 專業人員溝通的角色以外 他還要能夠跟在地的居民溝通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越在地越好 擔心消除了 信心增加了 偏鄉長輩們不再排斥村裡的醫師 我們在做遠距會診這件事情的同時 除了針對一個兩個病人 他的病情以外 其實他另外一個意義是 他可以去翻轉他們 對於醫療的專業的儀器設備的想像 他覺得說我現在在我的村莊 我就可以看到台大的醫師 我就可以跟長根的醫師這個互動 而且那個醫生跟我們的醫生 看起來好像很好 然後他會告訴我們的醫生他怎麼做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提高他們覺得去就醫的這個可能性 長輩們願意看醫生 偏鄉健康不平等就能改善 無論是遠距會診還是5G行動醫療車 都是督蘭診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計畫 但就算有國衛院支持 在偏鄉難免孩子力不從心 電腦專網路比較慢 很不穩定 那兩端的網路的條件 設備的條件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掌控 那醫師他們有時候可以連線的地點 其實我們有先前確認過 但他可能每次的地點不同 然後這個差異都會影響我們在會診上面的一個流暢度 這種無線的通信環境 它的變因非常的大 加以雙方的通訊 其實都會有影響 基礎建設事實上 5G的覆蓋力是夠的 但是5G的一個通信環境裡面 會受到你所在地的一個地形 還有你建物的屏蔽的可能的影響 另外這個無線的環境 實際上是很容易受到干擾 我們除了搭建這個4G 5G的基礎建設之外 事實上就是說 一些有線的高速網路 也會建置在那個偏鄉 不只軟硬體設備建置必須優化 要完成遠距會診 不可缺的還有人 現在跟我們配合的這些醫師 平常親講也都是做功德 因為對醫院的醫師來說 他們本身的業務就很繁忙 所以他們在原本的業務裡面 他要撥出這個時間來跟我們配搭 那也是會佔用他們的時間 所以這個如果不是有醫院的 這個很明確的證令說 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通常醫院不大容易 來發展這個項目 我們要怎麼樣讓很多人願意投入 這是我們的一個挑戰 的確我們還是有很多地方找不到醫生 我們想還是要一個合理的一個回饋 所以說等於合理回饋 一定在健保的總額裡面 所以我一定要把一些 就是資源要做一個合理的再分配 助力在山海之間 過客在這裡尋找美好歲月 但常住在這裡的人們 卻很難健康終老 他不是真的不想要解決他的問題 而是他怕麻煩別人 所以他們就會自我放棄 平等就醫在地安老 不該成為卑微的祈求 科技可以救命 這群人仍在努力著 科技可以救命 而且台灣還有一群人和醫護人員一樣 持續努力著 三年來協助偏鄉長輩 建立正確的健康觀念 讓過去隱忍病痛不願就醫的情況 逐漸減少了 數位人道協會創辦人潘仁豪 2019年打造了以遠距照護 與預防醫療為主的 遠距醫療照護平臺 透過這個APP 可以把各式各樣的健康照護課程 導入偏鄉據點 在偏鄉的長輩們 只要登入線上課程 就能捍衛在其他城市的專家 老師們進行即時的醫療健康諮詢 或是參與各種運動課程 從台中到南投 開了將近三小時的車 我們抵達南投仁愛鄉瑞岩部落的 文化健康站 各位長輩大家好 今天是我大概第五次來到這邊 三年來現在全台灣 已經有超過350個社區部落 都在用這樣遠距的方式來做 用遠距方式在做的 就是靠一個APP 將全台灣醫療保健專家 和偏鄉長輩們 串聯起來 由照服员或社工协助网络操作 登入课程后就能和老师相见欢 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一条弹力绳 就算教练仍在台北 部落里的长辈也能上到 专为他们设计的弹力绳课程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如果觉得很轻松 那就再握紧一点点 跟着拉 很好 再来扇 抓住这个弹力绳 身体要打直 好 稍微休息一下 好 还好吗 我们真正走进部落 走进这些照护据点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真正要的需求 事实上不是科技产品 而是他要的是他缺少的资源 像是如何帮长辈做健康促进 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快五万多人的用户 社区就有将近四百多个社区 然后还有一千六百多位的医疗专家 上千位的专家能给长辈们带来的课程 当然不止做运动 那今天的主题是三高跟八千病 有问题的人我们可以坐到前面来问 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大家 有一位长辈要问 第二堂远居课 是由专业护理师提供长辈健康咨询 山上部落离医院实在太远 长辈们多半能忍就忍 或是看错科别没能对症下药 透过专业咨询 不仅有了就医动力 也不会病急乱投医 我们也可以走那边学到很多要看什么 老师这样子跟我讲说去看骨科的话 我就会按照我们的老师 护理师的话去问看看 像我们驻山上根本也不知道 有什么脚 什么会痛 每天就是这样过去了 所以听到他们这样吃注意 吃的东西多运动 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多 是老人的天堂 我们在帮他做胃教 跟他互动 跟他带他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事上都需要被治疗 那为什么他不去做呢 就是因为他的健康势能比较低 他没有意识到 我这个应该要去看医生 当我们的线上卫教课程 遇到这些的长辈 我们就会回报给照服员 让照服员去引导长辈 无论是下山接受治疗 或者是来去使用 寻回医疗的资源 让他不要一直拖着 虽然社群健康平台无法治病 但能做好前端的预防与后端的照护 就是与医疗最好的串联 但要完成这项任务 有一个角色最关键 张玉玲和李玲 两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现在是瑞岩部落文健站的照服员 这里是真的是偏乡地区 然后他们对于医疗身体上的疼痛 他们也不太了解 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的医师 跟医师团队 然后来能够了解 我们这边的老人的状况 也提早发现 也提早治疗 运动课时 照服员得在一旁观察 适时协助长辈调整动作 我们有些长辈可能不太方便 可是有些动作比较不好 不好做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协助 咨询专家时 照服员也得坐在长辈身旁 记重点 因为就怕专家的建议 长辈听不懂 照服员就成为传达讯息 最重要的桥梁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有专业的人 可以给他们专业的知识 我们真正的TA 事实上是照服员 那照服员事实上他们很辛苦 他们要公餐 要备餐 要准备教案 要做文书处理 甚至要评鉴 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所以像甚至一些偏乡地方 他根本找不到老师 会来这个地方上课 所以当告诉他有这样的资源的时候 事实上从他的需求出发 让他有一个喘息 他们是很乐意的 远去课程成为照服员的帮手 但并不是所有照服员都能接受数位工具的导入 当初打入社区最大的困难就是 他们的资讯素养 是嘉义云林的渔港 那这些它是一般的社区光骸据点 那它可能连那边的工作照服员 都已经是60岁 50岁的 那它的资讯能力就会比较弱 我们就是真的要伙伴直接到那个社区 然后教他们怎么使用 甚至是帮他们准备平板 给他们去操作 疫情前 潘仁豪的团队 得亲自走遍各偏乡社区 确保照服员数位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就算疫情爆发后 远距平台的成员也会和照服员 在线上保持联系 同步参与课程 确保连线顺畅 授课顺利 从电脑传出的声音 就是人在台中办公室的社区健康导师 采访的这一天 她正在主持另一个偏乡社区的远居课程 中场休息时间 透过照服员和长辈们聊聊天 平台端的社区健康导师 在确保课程进行顺畅的同时 要让现场的长辈和照服员 都能感受到 这堂远距课是真实的交流 一方面是让据点的伙伴们知道说 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 我们是真的有人在这边服务他 然后二方面是让他知道说 我们课程是 不是只有老师来上课 或是这个是影片课程 不是 是老师跟我们都会在线上看着 那这样的话会让长辈知道说 我今天不是只是来看影片 看电影就结束了 我今天可能还是说 我在这边我没有做认真做这个动作 老师是看得到的 他有时候他需要的 他并不单纯就是医疗 他有时候他需要的是 他的关怀 陪伴 或是能力的一些肯定 重视智慧医疗发展 更不忘人道关怀 潘仁豪在推动社群照护平台前 他曾是中华民国 驻厄瓜多技术团的技术专家 也前往多个友邦 协助外交部 执行海外医疗援助计划 那包含了中美洲 非洲 南美洲这些国家 一些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就是让医疗资讯系统 导入到他们的国家里面 帮助他们去照顾他们的病人 我觉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意识到说 科技是真的可以来帮助这些人 科技成为照顾关怀的力量 潘仁豪把技术带回台湾 带进最需要的地方 来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一天比一天累 很累很累的感觉 你有没有喜欢听的歌 有 你可不可以唱一首我听听看 我觉得这也是回归到人性的需要 我们不是一直要探讨 这个疾病问题怎么去治疗 怎么去看待它 而是应该回归到自己本身 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健康 过得更有尊严 过得更开心 我要很肯定你 你很棒 好 谢谢老师 好的 短短的谈话从沮丧到展露笑颜 用远距数位的方式 不仅能照顾长辈们的身体 数百公里化为零 他们用远距实现陪伴 温暖了心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大方杰 我们再会 大方杰 大方杰 五石 三石 一 和 共 よし ��라 少